你们德云社真的很懂语言艺术 我这腿不长呀怎么办 你以为我梦 咱就是说梦哥也太会了 女朋友问 如果我们分手了 一起养的猫猫归谁 我们不会分手的 一起养的猫谁买的给谁呀 我以为你会说应一半 本来就是嘛 这就是结婚和没结婚的区别 如果你亲我可以得到一百元 亲世界一大美女可以得到一万元 你会亲谁呀 我挣的全全给你 什么 他说的是我亲那个美女 你挣的一万块钱选给你 我全给你 世界上最美的美女 不就是你的女朋友吗 啊 就连听完她的答案 我确实不会聊天 网友的问题都好直接啊 网友表示 嗯 说你们单位不管是拍电影 或拍电视剧 拍出来的都是烂片 啊 呃呃呃 请问 怎么样可以不拍烂片 兄弟 回来咱们咱不打 回来哈哈哈哈哈哈 不行这个太好了 真的会说就出本书吧 观众啊对我们的期待很高 所以我们呢 稍微拍出一点点 没满足大家伙期待的片子 可能大家伙就会吐槽 问题是你怎么才能不拍烂片 哦 选择假白 还是我也不知道 谢谢 那就没有办法了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每次项目筹备很久 都最后这样啊 银哥贡献了神奇小笔单 咱们单位这么多师兄弟 秦潇贤贡献了人气 孟赫堂贡献了冠军 你对咱们单位贡献了什么 我对咱们单位贡献了忠诚 行吗 也行啊 一份坚守也不容易 本土举者都有郭老师的影子 咱是三清的博士 对 从本科到博士都是清华的 道家说老子一气画三清 希望这一气呢 对你来说是气势 也是气韵 谢谢 这张嘴真的是口吐莲花 戴宁先生也一直在观察 对 因为我听说咱俩是老乡 天津 天津人 您的存在其实也是给孩子 树立了一个很良好的榜样 孩子不会关心 我爸爸到底有没有去拿冠军啊 我爸到底很不会 我爸去了就很厉害 是 真的真的 看似不当实则党当 为什么说上升会变胖 对我不好吃懒做啊 对对对 动嘴啊身体不用动啊 身体是不是比你爸还差 要不怎么要老二 要不怎么要老二 你小时候没赚钱的时候 他不给你零花钱 你怎么过生活 就过年的压岁钱啊 但是压岁钱一年受不了吧 赤胶这方面大林是真妙 好惨吧 这不是你的爹吗 我心里 咱的咱的爹 包括像这个胡君老师和平老师 这都是我的小时候的崇拜的武像 都是看人气长大的 非得往那找吗 现在比原来更崇拜 现在是痒 盘盘今年商演排满 孟和唐是咱们这儿的经理 领导呢 孟经理 你说是这期 咱们都请的什么嘉宾 给我们设计的什么内容吧 主要多大经理不得听您呢 路总近来还有棒词的时候 我们相声也有一段 专门这个形容补曲的 在里边找一些笑料和包袱的 这段节目叫 学大鼓 学大鼓 谁来啊 有请高峰 华文瓶给您演这段 学大 这原场一下子就打回了 二哥你有陪过二十到三十五岁女性逛街吗 谁小时候没陪妈妈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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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就是现在 谁到底是隔离舍一天呢 就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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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你的戏眼都好 还是你爸的戏眼都好 来说实话 那我就不回家了是吧 行了已经出来了 说不回家了就说我比我爸强了 这可是您说的 这可是您说的 说话既漂亮有分寸又不是坦诚 实话实说 你觉得你和你爸 谁的演技更好 咱不说相声 我其实在这个行业是刚刚的入门 因为很多老前辈都教育过我 说人家到现在学了五十年六十年了 人家还在不断的学习 其实我们这行业就是不断的学习 所以我这差的很远 幽默不是风趣的少班种 怎么能不爱 要抱孙子嘛 刚才说了嘛 现在你回头你就能抱 抱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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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际上 紫义唱其实还挺好的 可以 那我呢 你跟他比什么 跟他比什么